- 嘻哈教授 俏博士 - 今天播上台听着是 - 嗚嗚嗚 - 哟哟哟 - 嘻哈教授 俏博士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 我是嘻哈教授 - 我是俏博士 - 我忘记讲名字 - 对啊 你的名字咧 - 我是大力 - 我是孙韵春 - 也可以叫Jasmine - 这个应该是我们第二集 - 对 连怎么开场都还不熟悉的第二集 - 真的 - 我刚还一直在欣赏我们的片头音乐这样子 - 嗯 怎样 - 觉得不错吧 - 对 还不错 - 但我觉得没有唱得很好 - 不会啊 怎么会呢 - 不会我觉得 - 我觉得 - 我不知道就是会有一种 - 就是常常会怀疑自己的声音 - 这样唱到底对不对 - 但很奇怪哦 - 我制作别人的东西 - 我会很清楚他应该要怎么唱 - 嗯 - 但弄自己的东西常常会有这个迷惘 - 真的哦 - 对 觉得 - 哎 这里还应该怎么样 - 是不是还不够 - 声音是不是应该再更亮啊 - 还是再气一点啊 - 还是再死一点啊 - 还是什么 - 都会有这种问题 - 哦 这样子哦 - 对啊 - 对啊 - 可能是因为这个片头你每次都要听吧 - 接下来的每一次节目都要听 - 所以你会有这么多的 - 对 - 没关系 - 嗯 - 我们到了第二季我们可以做改版了 - 好啊 - 对啊 - 现在就先听这一个吧 - OK - 好 - 我们这一集要聊留学 - 对 - 这个留学经验最丰富的 - 杰斯梅 - 有你 - 对 今天我是主讲人 - 我等一下我先问一下 - 嗯 - 呃 关于留学这件事啊 -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认知的 - 哎 其实小学的时候就有这个认知诶 - 但是那时候没有想到要念到博士就是了 - 那时候就是觉得硕士差不多吧 - 对 因为小时候 - 我念的是那个音乐班嘛 - 那我们都要选主副修老师 - 嗯 - 那当时学校提供给我们的老师的资料 - 就会有每一个老师的学历 - 嗯 - 所以在你不认识所有的老师的状况下 - 你来 - 你可以做依据的东西就是老师的学历 - 哦 -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对学历有点概念 - 然后你就会发现当时大家趋之落伍的老师 - 嗯 - 都是留学的硕士 - 当时都是硕士啦 - 然后后来就要越念越高 - 呃 - 后来就是连教国小都说博士优先 - 嗯 - 还是有博士后研究 - 呵呵呵 - 音乐是比较少博士后研究啦 - 音乐学才会有 - 演奏是没有这个后研究这种东西 - 没有那么值得研究 - 不是不是不是 - 是因为接下来就不是 - 就不是要在关在学校里面的东西了 - 哦 - 那你们是那个时候知道去国外留学要花多少钱吗 - 我小时候知道要花蛮多钱 - 但我不知道要花多少钱 - 你妈妈也是直接跟你们讲说你们目标就在那边 - 她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 哦 - 所以她钱都准备好了 - 嗯 - 她一直觉得她可以一直赚那么多钱这样子 - 她没想到你们居然是拿全额奖学金 - 她应该说当时就是台湾的经济最好的时候嘛 - 所以赚钱这件事情对我妈妈那一辈的人来说 - 没有那么的困难 - 对 - 就是比起现在来说还要简单很多 - 所以她会觉得只要她维持一样的这个收入啊 - 她就是一定可以支撑我们到 - 念完瘦博士 - 对对对 - 换句话讲 - 你妈有没有觉得哇 - 我两个女儿都拿全额的奖学金念完瘦博士 - 这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 我省超多钱 - 有啦她有觉得非常proud of us - 因为其实说实在话 - 我们在上一集也有说到 - 就是我跟我妹实在是烧掉我们家非常多的钱 - 我就是千万起跳这样子 - 所以到了念完大学的时候 - 真的差不多 - 差不多能烧我的钱都差不多烧完 - 山穷水尽 -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有一个觉悟 - 就是说如果要出国一定要有奖学金 - 然后所以那时候我跟妹妹就选定了 - 其实大部分的人申请学校的时候 - 都会申请个五到八间之类的 - 我们两个就选两间耶 - 什么有自信 - 我们就选两间 - 然后就是想说有奖学金就念 - 没奖学金就死心 - 这样子 - 因为当时我们都有拿什么教育学程 - 就去当国高中老师这样子 - 就先赚钱再说 - 对就会觉得说如果没有奖学金 - 我们就死了这条心吧 - 就是在国内当老师就好这样子 - 然后我们确实也去实习了 - 然后在实习的时候才发现到说 - 不是说国中音乐老师不好 - 而是说国中音乐老师 - 其实跟拉大提琴这件事情 - 没有一个很直接的关系 - 你可能交了一整年的琴 - 你可能只有学校活动说 - 哎老师你表演一下 - 你才会碰到大提琴之类的 - 那这跟我们小时候 - 每天花六到八小时练琴这件事来说 - 你会有点质疑说 - 哎那我的 - 我过去那几十年 - 哎那时候还没有到几十年啊 - 十几年 - 你会觉得说 - 那我到底在努力什么 - 哦你会有一种这种 - 学这么多 - 学到这么精 - 学这么多最后竟然 - 做的事情不是我一直在努力的事情 - 没办法一直拉琴 - 对对 - 然后你就会很疑惑说 - 那为什么我之前要这样子过 - 那你就很想要 - 那你就去截头啊 - 每天拉到手 - 不行 - 那时候你就是 - 你如果没有 - 对于那时候的我来说 - 如果没有继续在舞台上面 - 那我就是去当国中老师啊 - 那所以 - 我跟妹妹就 - 我们俩下定决心嘛 - 就是我们只申请两间学校 - 而且就是有奖学金就念 - 没奖学金我们就 - 就放弃这个想法这样 - 我问你 - 刚讲到街头 - 你大学毕业之后 - 大学毕业之后 - 然后在国外 - 念瘦博士的这段期间 - 你有在街头拉过吗 - 当然有啊 - 那是最好玩的事情啊 - 其实在国内的音乐系啊 - 就是我们会听说 - 哪间学校要 - 要去抢琴房 - 什么之类的 - 那以我以前念的学校来说 - 就是我们是每一个人 - 都有自己的固定琴房 - 所以到国外之后啊 - 我就突然发现 - 欸不对哦 - 学校的琴房其实没有那么多 - 嗯 - 然后我们在等琴房的时候 - 其实有时候 - 你就根本不想等啊 - 你就在那个校门口外面 - 那边的花圃 - 你可能琴盒打开就开始拉琴 - 嗯 - 就是这样 - 然后有人经过了 - 他不管你认不认识 - 我们就开始玩起来了 - 所以你们的校园 - 是那种封闭式的 - 还是开放式的 - 不是不是封闭式 - 开放式就是马路边的一个大楼 - 那种这样子 - 哦对对 - 其实美国很多学校是这样子 - 它们不像台湾啊 - 对不像台湾有一个 - 有一个围墙 - 对对 - 有个门还是什么 - 有一个很明显的腹地这样子 - 对对对 - 嗯 - 所以你有可能 - 就是你没有课的时候 - 其实你是在路边的 - 对啊 - 对就是这样子 - 然后有时候你本来只是在等琴房 - 等机会可以去占据一间 - 一间琴房来练琴 - 到时候你就发现 - 哎已经等不了了 - 就直接路边就拉起来了 - 嗯 - 对那有时候 - 有时候是因为这样 - 那有赚到钱吗 - 蛤 - 有赚到钱吗 - 哎这种情况下 - 一般是不会有啦 - 但是我们有时候会特地去那个 - 因为我们学校离 - 离Boston的那个逛街的地区 - 的区域的商业区 - 还蛮 - 还蛮近的 - 商圈 - 就是所以 -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故意去 - 那个Newbury Street上面 - 就是去拉琴 - 那那时候我们就会拿到小费 - 这其实蛮好赚的耶 - 如果在学校附近 - 对 - 大家会觉得 - 哦这就是学校的学生 - 对对对对 - 然后他们只是在等练习 - 还是等上课 - 是就是大家在玩 - 对 - 大家可能就走过去 - 不会当作你是街头艺人 - 在表演 - 对 - 但是如果你到Boston的市区去 - 对对对 - 大家就会觉得 - 或者是公园啊什么 - 大家就会知道 - 哦你这是一个表演 - 那他喜欢 - 他就会给你一些会馈这样子 - 嗯哦对对对 - 而且他们是很欣赏 - 很尊重街头艺人 - 对对对 - 他们很喜欢 - 应该说 - 呃他们觉得这是他们 - 生活文化里面的一部分 - 是啊 - 而且就是他们会 - 你会感受到一个 - 就很真诚的 - 他会来跟你说 - 谢谢你 - 让我今天这个时间 - 可以听到这么美好的音乐 - 这样子 - 对他们很会表达自己 - 对啊对 - 所以这通常 - 其实这就是我们的动力 - 就是你会觉得说 - 啊太好了 - 我刚刚发出的这个声音 - 一定是有引起共鸣的 - 是有人欣赏的 - 对对对 - 我一直记得很清楚 - 我就有一个 - 有一个下大学的晚上 - 那一天晚上是 - 呃我在学校的音乐厅里面 - 办那个recital - 就办音乐会 - 那 - 那个音乐会 - 里面有很多人 - 就是我完全不认识的 - 这样子 - 就我会怀疑 - 是不是被通试课老师 - 叫来要写报告的 - 舞蹈系学生之类的 - 什么臭人数是不是 - 对对对 - 就是他们可能要写一些 - 写一些心得啊之类的 - 我知道舞蹈系 - 就是我们学校里面 - 舞蹈系还有那个musical - 他们theater的学生 - 有这种作业 - 所以那天晚上 - 显然我有很多这种 - 这种观众存在 - 那我记得那一天 - 因为通常我们在台湾的时候 - 就是如果你办自己的读奏会 - 你后面就会有 - 很多after party啊 - 这reception这种东西 - 但是在美国的时候 - 因为我自己 - 对我自己在那边 - 就是朋友不多 - 所以就没有所谓的 - 这种party存在 - 然后我就只是默默收了请 - 就是诶 - 今天做完一件事情 - 我要回家 - 好悲伤哦 - 对然后大雨纷飞 - 这样子 - 大雪纷飞 - 然后我就觉得 - 嗯好 - 我今天做完了 - 然后回家 - 可以帮自己做个晚餐 - 好好结束今天这样子 - 就在这种 - 这么不起眼的一个晚上 - 就突然有一个 - 学校应该是 - 我后来发现 - 她是我们学校 - 舞蹈写学生 - 她就大喊 - 她就在路上大喊 - 说Jasmine - You are the best - 在对接就大喊说 - 她今天她超喜欢我拉的哪一首曲子 - 这样 - 然后我就觉得 - 好棒哦 - 天啊 - 我就觉得 - 鸡皮疙瘩都起来 - 对 - 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 - 我就决定我要勇于赞美 - 所有我喜欢的演出这样子 - 哦真的是这样子 - 对 - 我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个 - 就是 - 音乐人 - 或者是在台上表演的这些人 - 她们为什么会有after party - 然后或者是说 - 大家结束工作之后 - 要去喝酒庆祝啊 - 这是什么聚餐还是什么的 - 其实我觉得很大一部分的原因 - 是因为情绪还没有 - 可以countdown下来 - 就是因为你在那个 - 结束最高潮的时候 - 然后大家拍完之后 - 然后ending - 结束了没有 - 但其实大家在上会的时候 - 你的情绪还在那边 - 是啊 - 你是没有办法 - 就是你看起来好像要走到 - 走到大家 - 面前线花拍照还是什么的 - 嗯 - 但其实我的情绪还在最高点 - 所以我需要一起延续刚才那个气氛 - 对 - 对于很多人来说是这样子的 - 没有错 - 那有些人 - 他们对于那个后面reception - 或者是after party的准备 - 会比音乐会还要穿足 - 真的 - 好像会这样子 - 对啊 - 就是就譬如说那个 - 那时候我记得有同学 - 就是他要 - 他隔天要recital - 结果他那天最忙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 是去扛那个几首啤酒回来冰这样子 - 然后他们家冰不 - 冰不是要还拿来我们家冰这样 - 我就说你们不是要音乐会啊 - 他说所以啊 - 所以我需要这些这样子 - 不是啊 - 你们那边的啤酒 - 放在室外就冰了啊 - 那也要季节对 - 那确实也没错 - 真的真的也是 - 你们那边 - 其实在那种很寒冷的地方 - 对 - 说真的你啤酒放在室外就好了 - 对啊 - 你如果拿回来冰箱冰 - 嗯 - 还没有 - 没有外面冰 - 没有外面冰啊 - 对 - 不过有可能外面会结冰啊 - 有可能被别人搬走了 - 这几率很大 - 对啊 - 这个应该是防这个比较多 - 对啊 - 好 诶 那我们回到正题啦 - 我们刚刚讲到啊 - 街头表演赚钱这件事 - 对 - 那可是这一定不够负开销啊 - 外面生活那么贵 - 那你们用什么 - 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赚钱 - 或者是说你们怎么节省呢 - 我觉得这就depends - 你在什么样的城市 - 那我在的城市 - 我说是在Boston - 博士在那个Twin Cities - 在Minneapolis - 哦 明尼苏大双城 - 对 - 这两个地方的房租 - 就有一点点弱 - 那在Boston是特别贵啊 - 那时候已经十几年前 - 哦 没有那么久啦 - 没有那么久 - 呃 - 十几年就十几年吗 - 挖洞给自己就 - 好像真的有那么久耶 - 有啦 - 有有有有有 - 有有有有十几年 - 好对 - 就那时候 - 那时候一个月的生活费 - 可能光是房租就有台币 - 哦那时候美金太贵了 - 那时候美金三十五耶 - 一千美金一间房间 - 差不多吧 - 就很多人 - 很多留学生都会这样选择 - 就是说我们只租一间房间 - 然后两个人就是一起 - 一起 share - 这样子 - 然后我跟妹妹当然 - 理所当然的 - 我们就是一起合租在一间房间里面 - 哦 这样还剩很钱 - 对对对对 - 当然我们还有其他室友 - 对 因为如果我们单独租一个studio - 就是只有我跟他的 - 那可能价格又会再高一点点的 - 对所以那时候的生活费 - 对妈妈多多少少会有一些 - 会有一些支援 - 但是就是支援一些比较小的开销 - 譬如说你的娱乐开销之类的 - 所谓的娱乐开销其实就是 - 应该是支援吃饭的钱吧 - 支援娱乐开销 - 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吃饭这件事情 - 其实是每天都会有的事情 -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 呃家里的支援其实是比较 - 哦我知道 - 比较小的 - 那当时我们有留学贷款 - 就是来支援我们的生活费 - 因为学费是讲学金嘛 - 嗯 - 对所以留学贷款是 - 主要是支援我们的生活费 - 那当然家里也是 - 呃就是尽可能的 - 如果有需要的话 - 会会给我们一些帮助这样子 - 那那当时我记得 - 哦我跟妹妹比较幸运的是说 - 我们有修一门课是一个 - 关于一个教学法 - 林木教学法 - 那那时候就是 - 刚好学校老师 - 因为你是教学法 - 你就需要有实作啊 - 要实习这样子 - 嗯 - 然后学校就会帮你找一些 - 呃校外的一些小朋友 - 来让你教 - 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很幸运 - 那时候就是交到几个小朋友 - 他们后来都留下来 - 当我的私人学生 - 哦就这样子 - 对因为其实留学生 - 有赚钱的机会 - 对其实留学生不准 - 不准明明着打工嘛 - 所以 - 所以我们就是 - 就准打黑工啦 - 对这种拿现金的最好这样子 - 嗯 - 所以我那时候就有这些学生 - 然后再来就是 - 像圣诞节啊 - 或者是 - 呃美国的那个 - 毕业典礼季节 - 这种时候 - 她们都会 - 每个高中毕业都要跳那个 - 都要唱西城故事 - 对啊 - 我们就是 - 你知道西城故事 - 真的是拉到我现在都会背欸 - 就是 - 但是她的配音就很好啊 - 嗯 - 然后还有圣诞节的时候 - 她们每个 - 每个美国人都回家过节 - 所以就只有我们这些 - 留学生可以去 - 呃教会去接那一些演出 - 这样子 - 那学校会帮你们找一些什么打黑工的机会吗 - 学校不会主动做这件事 - 因为这件事情不是合法的啦 - 对但是 - 老师会帮忙 - 但是老师通常会帮你 - 对的话他会refer你一些机会啦 - 就是给你一些机会说 - 你也许这个演出你可以去一下这样子 - 诶我们先讲 - 我们在这边不是在教大家支持他 - 去国外要打黑工 - 被抓到有可能是直接遣返的 - 对 - 或是你可能不能再入境了什么之类的 - 只是一个 - 只是一个撇步啦 - 对他确实是一个可行的方式 - 但是就是记得要拿现金 - 转账也不要啊 - 对对 - 对啦 - 诶那我问你哦 - 你在台湾也念了那么长的音乐 - 在国外也待过那么多年 - 大家的就两边学音乐的学生 - 嗯 - 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啊 - 有什么不一样 -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不一样就是目的性耶 - 因为其实在台湾啊 - 像我这样子学音乐的 - 大概就是从小到大 - 就是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说 - 我就是要走音乐这条路 - 我要把音乐做为我的职业 - 可是 - 我到国外念音乐院的时候 - 我会发现我的同学 - 他即使是在念演奏的硕士或博士 - 他的工作都不见得是音乐 - 他有可能是防众啊 - 他有可能是 - 木工 - 木工也有可能会 - 有 我以前有一个老师 - 他在教我编曲 - 嗯 - 然后他说 - 他其实不是做音乐的 - 他是做木工的 - 很有可能啊 - 你知道我还有一个 - 我还有一个同学 - 超妙的 - 你知道他是 - 他跳专业的钢管舞 - 嗯 - 对就是那种 - 纯美比赛 - 名字很前面的那种 - 这样子就专业的舞者 - 可是他钢琴舞弹得很好 - 所以就是说 - 你即使是在一个专业的环境里面 - 去那边的人不见得就是 - 要把这个自己当专业 - 只是他们 - 他们花 - 用专业的态度来 - 面对他们喜欢的东西 - 就亚洲的学生 - 或是台湾的学生 - 他的目的性就很强 - 就是我一定就是 - 把他当作我的职业这样子 - 比例来说是这样 - 那相对来讲是不是 - 台湾学生比较拼 - 就比较专注啦 - 应该是这样讲 - 会会 - 尤其是 - 尤其是 - 其实就分两派啦 - 就是一种就是 - 拿奖学金出去的这种 - 嗯 - 知道钱很难赚 - 呃 - 学习机会很难得的这种 -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 - 我家里就是有钱把我送出去 - 嗯 - 就是可以毕业就好 - 可以毕业去过个水 - 然后拿个学历就好 - 就我有个北京的同学 - 我就记得非常清楚 - 因为他爸爸是 - 高官 - 哦 - 是中央音乐院的教授 - 那你知道中央音乐院的教授 - 就是因为他们可以 - 掌握那个招生的生杀大权 - 所以他爸爸就是 - 人家会直接拿着 - 车钥匙或房子钥匙 - 贿赂的那一种 - 哇塞 - 对所以他们家 - 背景太雄厚 - 他根本不需要担心啊 - 就是他音乐会 - 他普备不起来 - 他也觉得无所谓 - 音乐会普备不起来 - 那他要怎么音乐会 - 他找一堆人来撑场面吗 - 没有 - 就是在最后一刻看看可不可以拗到说 - 可以把谱放在台上还是怎么样之类的 - 就是反正他就是只要这件事情能过关就好 - 嗯 - 对所以就是说看你的环境是怎样 - 那台湾过去的留学生 - 留学生也是有这样子的人啊 - 就是会觉得说 - 啊反正我就是有这个学历就好 - 嗯 - 那我记得很清楚的是 - 我第一年刚过去的时候 - 就有一些朋友啊 - 大家在那边聊天什么的 - 那那种家境非常好的那种 - 他们就跟你说 - 诶我跟你说这包包四百八快去抢 - 我想说四百八 - 你在跟我说美金 - 那不是台币 - 还快去抢了 - 就是四百八 - 我不知道啊 - 就是所谓的名牌吧 - 嗯 反正他觉得四百八很便宜就对了 - 他觉得很便宜 - 对他觉得很便宜 - 然后可是对我来说 - 四百八就是我跟我妹妹可能就是 - 诶可以吃多久啊 - 我们一个礼拜的 - 因为我们都自己煮嘛 - 嗯大概 - 四百八吃一个 - 真的很省吃一个月可以啦 - 可以啊 - 可以吃超过一个月 - 对啊 - 以我跟我妹妹来说 - 对所以 - 所以就是 - 对对我那时候来说 - 我就会觉得很震撼 - 想说哈 - 怎么 - 怎么你讲得这么轻松这样子 - 对所以 - 大家的起点不一样 - 对对对 - 所以其实留学生就是分两种嘛 - 一种就是家里真的 - 嗯 - 很雄厚 -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 - 你真的很清楚知道 - 你就是 - 要 - 把握 - 那个学习的机会 - 诶对 - 其实 - 呃 - 我接触到的这些同学 - 嗯 - 其实我之前啊 - 在舊金山 - 我去学这些编曲制作之前 - 我其实是到那边先念语言班的 - 嗯 - 然后有一次啊 - 就有一个欧洲来的同学 - 嗯 - 他就约我下课之后去吃饭 - 嗯 - 他吃完饭之后到他家party -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 可是明天要交这个作业 - 有那么多 - 我们有那么多时间吗 - 他请别人写吧 - 不是 - 他回我说干嘛写作业 - 说为什么要交作业 - 我们上课念的还不够吗 - 为什么回家要写作业 - 他说你不要管他 - 你就来 - 明天不用交 - 不需要交 - 哦 好 - 可是你这样 - 你这样就让我想到啦 - 我那时候有同学 - 他真的他的 - 他的那个学校的 - 那些理论 - 的 essay啊 - 还有那个论文 - 他都是请人家写的耶 - 嗯 - 对啊 - 就是付钱请人家写 - 帮他写好 - 所以 - 所以其实真的是 -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 - 我的观念里面认为啦 - 就是 - 他们好像没有那么重视 - 回家的作业这件事 - 我觉得这真的是 - 看人 - 看人 - 对 音乐器是不是 - 花很多时间练习 - 对 - 当然有很大比例的 - 音乐系学生 - 不喜欢写paper这种作业 - 就是我愿意练很多很多琴 - 但是我真的不想写 - 其实我自己本人也是这样子 - 可是就是 - 啊 - 你要这个学分 - 你就是得写 - 就是这样子 - 真的啊 - 学分能过最重要啦 - 诶 - 那在那边生活求学的过程中啊 - 一定有很多荒唐的事 - 对不对 - 你记得的分享几个好不好 - 你是说哪一种荒唐 - 你可以说清楚一点吗 - 学音乐的学生 - 学艺术的学生 - 应该比 - 比如说我如果去学 - 国外学工程 - 还是什么念文学 - 学音乐学应该比较荒唐吧 - 其实好像真的是耶 - 好像真的会哦 - 你就不用说很多啦 - 你就光是说练琴这件事情 - 不只是音乐会之后要喝很多 - 我有些同学 - 他就真的就是情房旁边就摆着 - 啤酒 - 对 -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要说什么 - 没有啊 - 他就是放各种酒啊 - 然后我晚上练完琴 - 要收琴要回家的时候 - 他真的就是拖着我的脚 - 就是说Jasmine don't go - Don't leave me alone - 他就整个醉了 - 他就是在那里 - 可是他拉琴非常好 - 对就 - 是酒后拉得比较好 - 还是清醒的时候 - 都蛮好的啦 - 都蛮好 - 就是不一样的风格 - 可以了解 - 对就然后 - 但我觉得就是 - 就是你会感受到 - 应该说在国外的时候 - 你会感受到每一个人 - 对于自己心理 - 他比较容易释放 - 心理最原始的那种感觉 - 就是他不会去想说 - 诶我现在适不适合做这件事情 - 就是 - 对 - 就会比较容易倾向于说 - 哦我现在就是需要做这件事 - 就比较不会想那么多啦 - 对对对对对对对 - 就是 - 所以这跟民族性应该也有关系 - 也有关系 - 也有关系 - 比较自我啦 - 说实话也是这样子 - 哦对对对对对对 - 他们很喜欢表现自己 - 对啊对啊 - 而且他们 - 比较没有care那么多别人的眼光啦 - 对 - 对我现在开心做什么 - 你没有人管得着我 - 对而且说实话就是 - 学生时代好像就是 - 可以任性这样做的 - 最好的时代嘛 - 所以 - 我觉得我那个整个的生日 当时确实也是让我比较 整个整体上来说 比较放松一点 那你觉得 就是这一段路 就你国外留学回来 或者是说 应该说它有改变你什么 对音乐的想法 或者是整个人生观 你去走这一招 是不是 对你很重要吗 很重要哦 非常重要 因为其实 我觉得我在去之前啊 就是 可能我对于音乐产业的理解 就是 像我看到我的老师那样子 就是我 你就是 专心练琴 把琴拉好 然后以后你可能 如果你拉大提琴 就是你如果是管弦乐手的话 你可能就是 去考个乐团工作 然后去学校教个书 之类的 你会觉得这就是 你要走的路 对 然后你也会以为 这是你唯一可以走的路 然后 可是出国之后 你就会发现 其实不是这样 因为其实音乐的 音乐的领域是很广的 就是你可以跟各种产业结合 嗯 因为那时候 那时候 哦 我记得 因为那时候我们是 奖学金学生 所以你需要做很多 类似社区服务 或者是被学校外拍 去做很多事情 嗯 一些表演 你要跟这些舞蹈团体合作 或者是跟哪一个艺术团体合作 那 我记得那时候 我被指派到一个表演 他是 现代作曲家的 然后他要求我一边拉琴 一边唱歌 而且唱的那个声音 其实就是 我后来让我妈听录音 我妈就说有点恐怖 等一下 等一下 嗯 这一段有点离奇 一边拉琴 一边唱歌 对就是 唱 而且他 他其实也不是真的唱歌 他就是要我发出一个人生 那是对应我的 我拉琴的内容 这样子 嗯 对 然后他有点像吉星 可是又 可是他又有规定 我们等一下可以现场来一段吗 嗯 嗯 我不知道这不会 让人家直接 关掉这个节目 所以 等一下 我一定要搞清楚 嗯 好你搞清楚吧 就是什么样的声音 你是跟着哼吗 对 对就是我 原本你那个旋律线吗 还是搭一个合音呢 搭一个合音 可是要 作曲家希望的那个音色 就是似有落伍像 鬼一般飘过的声音 然后他就觉得 那很有意境啊 对 然后总之呢 就是我的那一段演出 嗯 加上这个声音 再加上他要求的灯光什么 就是 这其实已经是各种 多媒体的 结合的表演 等一下等一下 我我我搞清楚了 好 他是不是看到你的大提琴 以为你是吉他手 没有啦 人家知道我是大提琴 他就看到这几条线 跟一个那个body 就觉得 哦 这应该是吉他来弹唱 没有 不是不是 就只是 就只是 我觉得确实就是 国外有很多 很多表演会让你去 意识到说 哦原来大提琴 不只是这样用 嗯 然后 我记得还有很多作品啊 就是 每次排练我拉的都不一样 但他每次都非常开心 嗯 就是那个创作者 每次都很开心 他都会觉得 Wonderful That's beautiful 觉得他他会很感 Excellent 对对 他感激你做的所有事 即使我每次都不一样 对 但是 但是就是 但他要的就是那个不一样 嗯 对然后他就说 然后 我觉得最有趣的意思 就是他跟我说 我真期待 真正演出那天 你会拉什么 所以 我们到底为什么要排练啊 哦他没有 他其实没有一个预设立场 说哇 你那一天 就是要拉到这个程度 他不是这样想的 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我每次排练我都拉不一样 因为我想要知道他到底喜欢什么 所以我每次都不一样 结果他每次每个都喜欢 然后他最后 我想要问他 所以你到底喜欢哪一个时候 他说没有 我都很喜欢 我很期待你演出那天 不知道会拉什么 嗯 所以他只是确定你这一个人 可以 的音乐灵魂 对对对 是不是跟他有一样的频率 对 然后可能他更注重的是 奔放自由 当下的感觉 还有他更在意的是 我对于他的所谓创作的回馈 应该这样说 嗯 就是他的创作究竟可以让我有什么样的感受去 去发挥出来 他他想要的是 他想要知道的是这个 对 哇好酷哦 对啊 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些体验 所以让我回国之后 我几乎不会对任何的演出 say no 嗯 就是各种形态 我都会觉得好啊 试试看 想不想跟饶舌歌手搭一下 我现在不就正面对着你吗 我还没有跟大提琴手搭过 好 我们很快就可以来搭搭看 对 所以说从国外回来之后改变了你的视野 对 对 而且我觉得掌握度也是高很多 哦 了解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嘛 对你来说 对 那你现在除了演奏之外也教学吗 嗯 也有教学啦 在台湾不教学其实不行 这是比较实际上的一个状态 应该说比表演的收入还要稳定啊 嗯 尤其是这几年疫情 对 其实 做艺术产业的 是啊 冲击都蛮大的 舞台说关就关 真的 真的 你前一阵子是被关掉一场 被取消一场 哦 我觉得今年已经好很多耶 去年真的是直接 直接cancel到年底这样子 因为你就真的傻眼 对 对啦 其实 做音乐本来就很难一路顺遂了 对不对 嗯 应该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一路顺遂啦 我相信是这样子 对啊 但是 如果你真的很认真 很有兴趣还是什么的话 你就去 努力看看嘛 对不对 对 对啊 那你 用你这个国外留学生 多年留学生的 喝过洋墨水的 给想走这一条路的人 有什么建议给他们 我的建议哦 就是当你有这个念头的时候 不要让他只是念头 先看看自己有没有钱 钱是 钱是一个考量啊 但是 但是第一件事情是 你一定要先 去了解做这件事需要做什么 就譬如说 很多人就说 哦 我想要出国 可是我没钱 然后他连 这个学校 他的一年的学费是多少 或者是他的考试内容 是什么 他都还没有看过 他就直接用这两句话把自己挡住的话 真的留学永远都只是梦想 那你如果有办法先替自己打开那个网页了解一下 其实这个钱有可能怎么样产生 是要去争取奖学金呢 还是你要去做贷款呢 还是你要做 还是你要做一个长期的规划 譬如说像先工作 然后存多少钱 然后去哪里之类的 就是因为其实像欧洲 欧洲留学也是 欧洲留学是免学费的 你只要生活费就好 讲到这里 其实我也拿过奖学金 真的哦 我第一次去语言学校报名的时候 你知道我记得我那个时候 刚好是复活节的时候 复活节左右的时候去 然后因为我英文没那么好嘛 然后你要上课之前 我至少先把英文搞好嘛 所以我去语言学校 然后第一天去的时候 他们跟我说 哦 这个这一周是复活节周 然后我们有一个彩蛋 一只ag 让你抽 就我报完名 我整个在弄完手续之后 其实 我记得啦 应该是 还有十六七万 十六七万台币左右 我抽到一个万圣节彩蛋 打七折 省蛮多钱的啊 很多 对啊 省蛮多钱的耶 哇彩蛋就是好东西 对啊 当场就省了三四万块台币耶 你有观察过其他人的彩蛋里面 是不是巧克力而已吗 我不知道 但他跟我说 这个七折彩蛋其实已经是蛮大奖的 听起来就很多啊 对啊 我还蛮后悔的 没有一次把后面的课程就报一下 因为我那次 会一次可以打那么多折 对对对 他会一次算 一次算你啊 就如果你一次买半年的课程 对对对对对对 那省十几万耶 真的 傻傻的 没想到后来还有交女朋友 嗯对啊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一交好女朋友 要继续上更久 还省了住宿的钱 哈哈哈哈 好 好 这是另外一个故事 对 好我们先不讲运气啦 对对 就是就其实 真的就是你想到 就要先去了解这件事情 他最困难的东西在哪里 还有你可能可以切入的点在哪里 要先了解这件事情 你再来告诉自己说 你要不要去做 其实先 呃 先清楚一下你未来的目标在哪里 对啊对啊 因为我真的看过太多人 他会直接就用一句很简单的话 把自己挡住 对那我跟 我话真的很多 就是我最后再分享一个最很短的故事 就是他这个呢 我这个朋友他是念医学系的 但是他当年就是医学系 他们就会有一个发表会 然后他就是找我去跟他一起表演 然后我们在排练的时候 他就突然说一句说 我不晓得哪一天 我有没有可能可以去考音乐院 念念钢琴的硕士 然后我就马上跟他说 为什么不可以 然后我那天晚上马上把那个 申请的网页丢给他 然后他就 然后他为自己做最对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打开了那个网页 仔细看了一下 他发现那些曲目 那些规定 那些要求他都做得到 对 所以他就去念了 我去念硕士的时候 那一年他也去念硕士 而且他多猛啊 他就是考完医生国考 马上去念 哇塞好强的学生哦 对啊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要千万不要去 只有把念头 继续当着念头摆在那里 就是马上着手开始去了解 我觉得这是可以为自己做的第一步 所以他们他们其实不是把他当作一个学位在拿 他当作一个才能 对他就是他希望有机会好好去研究或者是说去体会他可能还不知道的 他很想要知道说国外老师可以带给他什么 就是让他认识到不同的钢琴这样 嗯 哇塞好励志的 对啊 故事哦 是啊 好 嗯 但我们这一集还是要结束了 对 这一集有点讲太长了 对有点 对我话太多是一个毛病了 好大家去追一下我们的社群媒体吧 对 去搜寻我们的频道 嗯 就这样就这样 哈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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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